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异作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带大家来探讨我们金融的未来 到底该怎么做会更好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政坛长青市 我们市议员张方丽张艺作 小军好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张艺作好 第二位呢 是我们博学多 我们的副议长林佩祥 小军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副作好 在今天要进行的节目 我们要先来从我们的 市港标杆计划来进行探讨 那市港标杆计划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海洋广场工程 最近是拆除了依信桥 很快 但是另外一个 沉寂转疫症的工程呢 比较慢一点 我们一块来看这段影片 基东市议会议员们非常关心 沉寂转运站的工程进度 负责的基东市政府官销处坦言 受到基东冬天容易下雨 以及缺工和材料等影响 工程进度稍微落后 基隆其实在冬天的时候 其实气候是比较多雨的 那最近也在营造业的部分 是比较是缺工的状态 那另外也包括刚购的这一些 这个物件 在物价的部分也都调长 那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呢 整个施工进度目前是 有一个落后的状况 不过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是希望能够在保证 我们的工程品质 不打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我们有一个赶工的计划 目前积极赶工 那未来天气也会好转 那我们在整个基础的 这个构建完成之后 也会进行内装 就比较不受天后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在4月能够慢慢的 把工进拉上来 那到5月底6月的时候 能够赶上预定的进度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加强督导 并要求曾监造单位 务必如期如值来完工 对于议员的建议 官销处长曾志文强调 已经确实在赶工中 相信很快就可以赶上进度 如果未来真有需求 会向台船公司联系 我们现在真的是 很确实的在赶工 以昨天为例 我手上的报表呢 是昨天在现场有57个工 所以未来如果有真的 还有更多的工的需求 我们也会再去跟台船公司 来做一个联系 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协助 真的看起来这一个进度 应该是会赶上来 希望是如此的 我们知道基隆港的发展 其实跟都市连在一起 基隆港还有市区 其实仅差一个马路 就是你的大船这样开进来 马上就接到我们的市中心 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 我记得那个公主邮轮的船长 就曾经说就开邮轮进基隆 可以就像是把船直接开到市区 真的很特别很过瘾 那市府团队提出的 市港再生标杆计划 目前的进度看来都是正如期在进行 我们要先请张艺作来跟大家来 分享一下 因为刚好也是在仁爱区 对于这一项工程进度 你有什么看法 很难得 我当了二十几年的民意代表 终于在仁爱区可以看到 有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在进行 其实基隆港本身 就是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个市区里面 我们要看港看船 不用搭车 不用很远的路程 我们马上下车就可以看到大船 所以这一点是让我们基隆很骄傲的 也吸引了好多好多的朋友 来基隆观赏我们的大船榜流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着手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 一定会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交通的枢纽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尤其我们直接从中一路 到孝二路 孝三路 孝四路 这个都是很多车辆在 交织的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工程要进行 也难得说我们的天桥 现在已经要拆除了 所以它的进行方面 应该会比较有利 所以当市政府这个工程 有一点延宕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责怪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尤其现在的工人也好 物价也好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 让一些包商 对包商很头痛 因为在标的时候 它那时候还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市政府能够 极力的在监督 我相信我们很多民意代表也会 帮着市政府来监督这个工程 就是因为它很困难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一个火车站在那边 火车站是直接 直接会影响到这个工程的进度 因为我们的火车站 我们的铁轨 占了我们市区里面 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难得要做这个工程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来 为了这个工程的进度 大家一起来把关 但是大家也一起要来配合 如果有些时候 这个交通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希望那个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来体谅 就有耐心在等一等 我们要请傅座来跟大家分享 刚刚我们张前议长讲到的 这个邮轮到市区的状况 其实的确是很特别的 我自己在邮轮界 算是走了差不多五年 我带了一些航商来基隆 看说基隆有什么地方可以发展的 我带了一些航商来去到高雄 然后甚至我自己也去了香港 去了上海 去看说邮轮跟当地的这个城市 是怎么样做紧密结合的 结果发现其实除了基隆之外 上海港高雄港跟目前香港港 他们的邮轮码头 都是离市区至少有15分钟 10到15分钟的车程 比较远 举例来说高雄就好了 高雄的香蕉船码头跟高雄市区市中心 你开车做游览车至少要10分钟 到每个景点可能要一个小时半以上 上海更夸张 红桥码头跟上海市中心 也是差很远的 就连香港 我们都会觉得香港是海港城 可是海港城 严格讲起来 已经不符合大型邮轮 像我们的盛世公主号 我们在前年的时候 开不进去 才看到我们有一条很大台的盛世公主号 正停在 未来他这边周边环境 包括城际转运站 包括国门广场计划 包括整体来讲 是不是一方面能够符合 我们当地市民的交通上面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邮轮客 能够下船之后 很舒服的来 旅在我们基隆市 做一个基本的food traffic 就是用脚来做旅游 更重要的是说 如果我们有了邮轮客 我们当地的居民 又愿意常常出来走走 不往台北跑 那自然而然 台北甚至全世界的人 都来基隆的时候 这个是我会认为叫做 happy problem 一个开心的问题 因为基隆人很多 那人多的时候交通流量 怎么停车 怎么安排去哪里玩 就会变成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刚刚张前议长讲的没有错 这个的确会是我们基隆 在未来都市发展上面 重中之重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整个的交通动线 是非常重要的 而说到交通 就让大家想到了捷运 之前已经说好 捷运真的就是要来基隆 不过目前进度到底怎么样 好像都还没有听到 我们要请张前议长 先跟大家来说说 关于捷运 关于捷运 我们今天早上在开会的时候 忽然间到最后的一秒钟 我们旅预言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说要市政府来说捷运 他说时间太短了 没有办法都说明 那就表示说这个问题很严重了 因为到底什么时候捷运会 真的真的在基隆会动工 我们都还不清楚 的确 所以蓝图都还不太晓得 所有的规划更新 附作呢 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跟张前议长一样 我们从这一任 这一届上任之后 我们就一直很关注 整个 不管以前叫轻轨 现在叫戒运 以前我记得好像前几天 封传媒有传出来一个影片 好像三分钟市政报告的影片 可是三分钟市政报告的影片里面 Train Train也就是本来的轻轨 它的出口是在西岸的旅运码头 也就是西岸中和大楼这边 然后是用Train Train的方式 来说做这个成绩转运站里面 最主要的轨道运输 可是我们在去年上面 知道的资料上面来讲 西岸码头并不是捷运 甚至轻轨的最后重点站 这一块已经取消了 那如果说你是用Train Train 也就是轻轨的系统 跟现在我们遇到的捷运 这个两个系统 其实不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中运量 一个是轻运量 那怎么进来的方式也会不同 所以我在这边一直常常在 跟很多好朋友 跟很多市民好朋友 在反映的时候说 你因为这是前瞻建设 你用前瞻建设的特例 所以你不办公厅会 因为公厅会是有法律效力的 去跟所有关心的民众讲清楚说 这个工程这个建设 到底做了些什么 但是这一次因为是用前瞻建设的特例 所以你不讲清楚 但是你的公开说明会 像是有公厅会一样效力的公开说明会 你要办 我记得我前年问李刚 李刚说 我前年六月问李刚 李刚说十一月 我去年 前年十一月问李刚 李刚说去年六月 我去年六月问李刚 李刚说去年十一月 那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市长出来说 说轻轨便捷运 那我当下就直接问 后来我十一月 刚刚我们总咨询了 我就问林佑昌廷市长说 那到底有没有公开说明会 他说全部让中央跟新北台北 全部做全面的规划 北北基大团结要全面规划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公开说明会 有一个完整的法定的 有法律效力的确定的说明会 由市政府来主动跟我们讲清楚 什么时候捷运开工 怎么样连接巴督到基隆端 目前都没有定案 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 我想 张欣欣总 我们觉得满不满 因为我会觉得捷运是基隆 未来城市发展里面最重要的一块 但是我很不希望说 我也才总咨询讲过 不要说人走茶凉 人走茶凉 人走政席 今天是林佑昌当市长 我们就可以要到捷运 明年谁当市长 对不起中央不买单 我们重新再来看一次 林佑昌在总咨询的时候 跟我拍胸脯保证说 最后中华民国史上 没有一个交通部长 跟一个基隆市长 跟一个台北市长 跟一个新北市长 四个一起出来开记者会说 这一定会有 但是我还是怕怕的 真的 其实好久好久以前 每一次在选举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候选人 都会说 捷运延伸到基隆 捷运延伸到基隆 但是这样子的话题 我倒是不以为然 我是觉得不能看说 什么建设 别的县市有 我们一定要有 其实不一定 真的捷运来到基隆 基隆就会发展 这个也可能 捷运来到基隆 隔人会变成更方便 去到台北 以后一些家庭主妇 买菜都会往台北去买 因为太方便了 他们就认为说 我一上车 我就可以到台北 很多家庭主妇都会想 因为台北的货比较齐全 他们可能会往那个方面去走 但是我们也要考量 我们自己 基隆市的地形地貌 我们有这个需要吗 真的是要做深思 这就是对交通方面的 期许跟深思 而说到这个交通 最近市长就做了一件事 他骑尾市牌 走那个中央山脉 那个中恒县 直接到了屏东 然后老实说 其实它是一个 还不错的这种 协销方式 真的而且很成功的 跟许多县市 进行很好的这些结盟 那裔作在议会上 其实觉得是很担心的 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 善意的一个建议 我希望我们市长 以后不要再做 前几天 你去骑尾市牌 摩托车的那种动作 因为 自你开始出国 我开始烦路 我开始烦路 为什么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危险 以你的体能 很多的 尾市牌的一些 一些那个 因为从我小时候 我看到尾市牌 发生的事情 我真的是非常担心 一直到你回来 我们才放心 因为你骨头差不多两年 你会去骑尾市 还有很多事情 要扣力 所以 你绝对不能发生任何的事情 绝对 我听到说 你连骑人 都没办法 要用湯匙 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这一点我希望 这个是我良心的建议 不要再做这种动作 这种动作 会有骑兵 非常多的市民都非常担心 张芳莉表示 从林佑昌市长 开始骑车上路之后 他就很担心 一直到这个骑车的行程 圆满完成 才放下心 因为他的人生经验 看过许多骑车的意外 才会忧心市长安排的 这种骑车行程 大家好 其实我跟市长 做这个良心的建议 是 真的是对市长是好的 因为尾士牌 骑尾士牌 不是我们一般的摩托车 一般摩托车 它的轮子比较宽 尾士牌的轮子比较小 尤其现在 我们这个道路 很多的小石头 那小石头是影响尾士牌 那个轮子 有骑过尾士牌的朋友 他们都知道 尤其是在那么远的一个路程 那么远的路程 它是48小时 不断电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市长在基隆市 等于是大家都称他为大家长 大家长就是要照顾我们所有 基隆市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不能发生事情 他要发生事情 那就糟糕 所以我是建议他不要再有这种动作 因为柯P是骑脚踏车 脚踏车是比较方便 因为他随时可以煞车 随时可以停下来 你不能跟柯P这样子来比赛 这样子来做这个动作 就是让市民担心 尤其你骑到那么远的地方 你还坐下来说连筷子你都不能拿 那是更糟糕 那这表示说你的体能还是不能适应 就是很担心市长的健康 就是呼吁市长一定要好把身体给养好 对 副作呢 你有那种骑车环倒的梦想吗 没有 我反而是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他说这个是切西瓜行销基隆 那串联了很多其他外线市 没错 那我会觉得有点可惜的是说 其实我们这次串联其他外线市 有没有帮基隆市打出声量来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说以都市规划 或是城市发展来讲的话 尤其是以说观光上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会建议用点线面的方式 来去未来如果说要做这种联合行销活动的话 第一个像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基隆场景 还是我们现在现有的像白米洋炮台的维修 我们可以用点的方式去跟其他的都市 在疫情过后之后 不要只限于说是台湾 而是跟其他的都市 包括像日本 因为我们有很多日式的场景 很多日本直接做个交换 做一个交换 找日本人来拍这边拍像日剧 一方面用他们的名义来行销我们 一方面也把我们的东西推出去 或者是说有像是我前几天在彩色屋 彩色屋那边有一几家不错的餐厅 那我在那边跟朋友吃饭 他们在那边走着 虽然下雨 他们觉得这边跟新加坡也很像 新加坡 还有跟丹麦有些地方很像 那是否可以跟他们其他城市的彩色屋 其他城市的彩绘屋 一起来就说做个交换 直接一个城市对城市的交换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县 也就是旅游的县 从基隆到万里到金山 还是从九份基隆万里金山 那这样这一条县的时候 我们各个的特点是什么 怎么样让他觉得好玩 如果我们能够在县 也就是旅游itinary 这个旅游县上面 可以做出一番联合的行销 我觉得这个会 直接会带来一些产值 我知道说北关处好像 北关处跟交通部观光局有做这个 北海岸皇后线之类的 皇冠线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 要再做多一点创意行销 像说拍电影 像说用戏剧 像说用MV 像说用歌曲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现在大家都是用网美 因为网美网红比较快 但是其实可以用更深层的 把故事讲清楚 那我就觉得不错 那第三个是所谓的面向 也就是说海港城市 的面向 基隆是渔港加海港 其他全世界 有没有像其他像是港口 港口跟城市 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呢 香港算是一个 大阪算是一个 厦门算是一个 新加坡也是一个 那当然不止 可是这几个国家 其实可以联合行销 我觉得不要就是 单单纯纯说只是在 行销基隆 要脚踏车骑得到的地方 还是摩托车骑得到的地方 才是基隆 而是更进一步是 只要你想到海 基隆在台湾 会是你的前三名的首选 这是怎么样去营造的出来 我觉得这是未来在 整个观光行销上面 还甚至都市发展上面 整体来讲说 我们也可以去走的方向 从点线面衫的方向来进行行销基隆 真的是很不错 基隆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的鱼 它的渔火 我们要请专家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基隆的鱼 我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鱼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海域 基隆海域的限流 的鱼 它们吃的是海藻 它们吃的是海藻 所以吃海藻的鱼 它的鲜度 它的鲜度是不一样的 鲜度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 在我们 Kamadin买的 当天的很老老的鱼 你买回家去 你不要用煎的 你用蒸的 你用清蒸 它可以吃到 那个鱼的海味 海味 海味 那海味是什么味 不是那个 很臭 那个腥味 不是那个腥味 鲜甜 是鲜又甜 而且又有海藻的味道 好特别喔 真的 因为我从小 我是金山人 金山人 所以我从小 从很小的时候 我是吃鱼长大的 真的是 所以我对吃鱼 不一定是好鱼 什么叫好鱼 我是觉得新鲜的鱼就好 对 老实讲喔 我生了三个小孩 我坐月子我都是吃鱼 我都是用鱼来煮麻油跟酒 就是麻油肌的方式用鱼来煮 所以其实吃鱼比吃任何的一个营养品更好 因为它有很多的海里面的这个营养份 都在鱼骨头鱼肉 它们都可以吃得到 是 副座要记起来 到时候要给喵喵 喵喵 都要吃鱼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基隆的鱼真的很棒 有任何相关的食物 其实就可以请教我们的一座 装前一掌 他真的是专家中的专家 好 那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待会进来再带给大家 不一样的内容 我的梦想是当英雄 因为英雄很厉害 可以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的我是一名教福员 每天都经历的帮助那些 有长照需要的人 和他们的家庭 生命充满意义 教福员是你的英雄 也是你的家人 面对长期照顾 您并不孤单 火打1966 照管中心派专员到府评估 有A级单位规划合适的照顾 连结B级长照专卖店 提供各项长照服务 也可到临近的巷弄长照站 和大家一起共餐 参加专人带领的活动 个案管理师以家庭访式 了解和调整服务内容 陪伴您享受生命的火花 长照2.0 我们照顾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 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 付单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我是照顾服务员 用专业守护需要 照顾者的笑容 不只全力以赴 更要无为不至 是我对这份职业的骄傲 运用专业的知识 及适当的辅助工具 会需要我们的人服务 用心做好每个照顾环节 是我坚持的信念 每一个笑容 都是我们在服务中 得到最好的回馈 长照2.0 我们照顾您 失智不等于失能 对他们来说 跨不出去的是 大众对失智症的不了解 共同照护中心是 陪伴失智者与照顾者 在不同阶段的照顾需求 我们的共造中心与服务据点 交织失智照顾网络 请你和我们一起支持 建构友善失智环境 友善失智一起找回笑容 不可以放弃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年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详曲 欢迎回到民意交详曲节目现场 今天为您邀请到我们的政坛长青医师 我们的张芳丽张前一座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我们博学多文的 我们的林佩祥林副作 小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 带大家 刚才在上半场就带大家来探讨 我们的四港标杆计划 就是基隆的未来 基隆的交通 还有基隆的行销 那在下半场节目当中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 我们全民的健康 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在施打这个疫苗 基隆市议员也非常关心疫苗的问题 到底在基隆该怎么做呢 一块来看这段影片 那总共全台湾需要施打的是 一千三百五十八万人 而基隆市必须要施打的是 大概一万二十二十十 十七万零二十二十个人 大概全部的部件大概是这样的 市议员则是建议开打疫苗时 应该由市长林佑昌和市政府 一级主管带头接种 才能让市民安心 跟着接种疫苗 真正做到政府宣传的口号 有政府请安心 特别是已经进来台湾 但是很多国家都暂缓施打的 A-D疫苗 主 绝对比不住更好 问题是你 你执政的市政府 林市长 卫生局局长 你怎么样提升市民的信心 我在这边建议 疫苗进来之后 请市长啊 率领一级主管先施打 我们的结论是 市府应该主动积极掌握疫苗 施打的期程 以接种作业的准则 提供市民正确 及时公开的医疗资讯 让市民安心接种 大家好 其实这个疫苗 我们大家一听到都会很担心 为什么 今天的那个新闻 又在澄清说 真的是打了疫苗之后 发生了这种状况 所以你看 这样子让我们的市民 谁会安心呢 大家一定不会想说 疫苗可以打的时候 赶快去打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 如果真的要打疫苗 真的是要我们 做头人的人 要先率先 行率先 没有关系 市政府 这个头头先打 那我们市议会的头头 我们一起跟着屁股打 所以这一方面 希望说人民 首先要对我们国家有信心 但是对国家有信心之前 国家应该要让市民安心 他们有安心才会来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希望我们政府 在施打疫苗的 这一方面的宣导 一定要我们自己领先来施打 是 就齐城透明 然后副卉首长先 带头 打 让民众更安心 副作呢 副作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会比较希望说我们的疫苗 打 因为疫苗一进来的时候 当然数量是不够给全民的 那如果不够给全民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个 假设疫苗都没有问题 第一个最应该打的是 应该保护我们的医疗人员 因为他们天天在第一线 治疗病毒 对抗病毒 而同时之间 也是最容易感染到病毒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医护人员 医生 护士 甚至清洁工 我记得上次和平医院 就是清洁工那边后来出事情 这是淘机好像也是清洁工 还是照护的 常照的员工出问题 所以我认为医护人员 是第一个应该打的 第二个应该打的是 所谓的高风险的病患 所谓高风险病患就是 他本身可能已经有疾病 但是如果只要染上武汉肺炎 他的死亡率会大幅度的增加 像这样的病患 像是年长者 像是有慢性疾病的 像是说本身有肺炎的 还是有其他病发症的 他们应该优先打 再来就是 我们讲说比较高风险族群 就是比较常跟人家接触的 比较有常在讲话的 像我们名义代表也算是高风险族群 但是今天首长先打绝对是好事 因为首长就是所谓 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叫做KOL 所谓的关键意见领袖 这些关键意见领袖 如果打了之后 会主要的是给人民信心 不管是英国的首相Boris Johnson 还是日本的首相 他们之前都在一幕面前打给人家看 那拜登应该也是会去打 我想所有的国家 只要他们的政府 愿意做公开透明的措施 愿意让人民相信他们 他们的首长都应该要主动 去打给人民看说 这个疫苗 我们拿到的疫苗是有用的 而我亲自打疫苗给你们看 这是一个背书 让我们的国民会有信心 那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觉得执政党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很可惜 好像做得不够有幸福利益 你做呢 其实施打疫苗是要让人民知道说 这个疫苗是可以的 为什么要头头先打呢 因为头头先打 人民在看嘛 没有问题 我们才能跟进嘛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所有的人民怎么觉得说 这个已经有问题了 你还叫我们打 我们怎么打下去 说到这一波疫情 现在是疫苗进来了嘛 但是数量还是不够 所以大家都还在 有限观望 大家观望 然后在等待 那说到这一个 我们要在疫情下 要举办今年十月很重要的一场 城市博览会 这很特别 今年规划了四大展区 但是目前进度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现在市政府正在赶工 很多工程都已经很急的在 我想林佑昌市长要办博览会之前 他一定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划 他要做什么 要展现出基隆的什么东西 要给所有的等于是全国的民众看 甚至于是国外的民众都来参观 因为有些人还是觉得说 基隆是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城市 但是基隆的很多事情是 经过林佑昌市长 他自认为是经过他的任内 来打造出来的一些景点 所以他一定是要把这些 认为他最好的 要呈现给很多的民众来参观 我也希望说 他的任内之前 能够把基隆打造成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让很多人都能够来基隆参观 尤其以前我们在港的东西案 很多的发展都是前几任的市长都已经有规划了 林佑昌市长是接了之后 他后续的一个延续 其实很多功劳也不能只有单单是林市长 很多前面的几任的市长都有他们的一些规划在内 希望说能够展现出基隆最好的是什么 我相信市政团队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在 这个计划真的听得蛮久了 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我想问一下辅佐 您呢 你的期待呢 有没有什么期待 你说城市博览会吗 我目前知道 我可能记不清楚 那时候请议长再帮我补充一下 我知道是有四大展区 第一个展区是火车站附近的城际转运站 第二个展区是我们知道的大基隆历史场景 就是在那个日据日市那个 虽然不是市长关系 日市建物 日市建物 东海建一号那边附近 那是一个展区 第三个展区是我们目前很夯的 彩色屋 第四个展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海科馆 所以这四个展区 刚好两个四个都有不同的意义存在 那城际转运站 希望会有捷运 城际转运站 然后那个传统的这个日市建筑物 代表日据时代的基隆 然后这个彩色屋 代表了有点像欧洲风情的基隆 然后还有海科馆代表了海洋科技 还有说我们基隆就是靠海 那我们怎么样用海上资源 帮我们把整个城市来去更丰富 但是我有两点我觉得我想要加强的 如果这些还有机会去抓的话 我上次跟小庄讲说他应该去提 这边全部都是东岸 没有西岸 这边四个都是东岸没有西岸 他西岸是有把那些那个 等于是仓库 他现在要拆那些仓库 可是我觉得不够了不够了 等于是三个东岸 然后一个是等于是市中心 加一点点西岸 那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西岸 我们知道版面用炮台 我们知道码头工人的生活 我们也知道西岸有 西岸也是发展的 算是比较早的区域 那如果可以把西岸的风情 带进去这城市波澜会里面 那我觉得对整体 当然因为我是安乐区 西岸安乐区希望未来也有机会 但是这一次的展出上面 没有带到西岸 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基隆不是只有东岸 虽然东岸的路比较宽 路比较宽比较好走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能够在西岸上面 如果未来能够在西岸 可以多吸引人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记得以前林佑昌市长 在讲的时候讲过说 这次的城市博览会 是叙述过去基隆的400年 跟描绘未来基隆的40年 我比较关心未来基隆40年 他要怎么做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好像都是 过去基隆400年的东西比较多 可是未来基隆40年 那如果他既然已经讲出来了 那我就很想知道 未来基隆40年 是会是什么样子 那怎么样在不管是在都市规划 还在行销 还是在政治现实上面 未来基隆40年 假设都一切天条与风调与顺 国泰民安 那未来基隆40年 可以有什么样的变化 不仅仅他讲的就一定会做得到 但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他可以跟我们多聊一点 这是我看到的 所以目前看到的是过去400年的内容 非常的丰富 不需要是过去400年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期望未来40年 看看是怎么样来打造 对 这就讲到了我们地方明代 每天都在做的就是卫民服务 在卫民服务部分 艺作真的是 张艺作他是政坛长情书 所以可以知道他深耕地方非常多年 在地方上争取了非常多的建设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未来的40年 我倒是觉得希望我们基隆 能够让我们在地的一些小孩 能够留在我们基隆工作 那留在基隆工作最主要的前提 就是你要让他们有工作的机会 这个工作机会就比较困难了 为什么 因为基隆在土地的一个限制 跟现在目前很多的国家政策 很多的国家政策 比如说你要来建设一个工厂 那我们现在基隆只有一个六堵工业区 跟大五轮工业区 那现在几乎他们都已经是满额了 其实回想起来我们的六堵工业区 那天我们也去参观一家公司 然后大五轮工业区 里面还掺杂了一些等于是 跟工业区本身里面的性质不太融合 因为里面真的是太多 也有参观工厂 也有混泥土工厂 那这样子就正负两面就差得非常多 所以我是希望说能够在基隆多一点 多一点让我们的子弟们能够留在基隆上班 就减少很多的他们的奔波 这样子就要看我们的首长 我们的大家长他的智慧 他要如何来让基隆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基隆虽然是开发得很早 但是我们目前为止跟别的县市比 我们真的是比不上 真的是比不上 所以希望说我们利用我们市长的智慧 他的团队的一个精神 多吸收一些厂商来到基隆 但是要吸收厂商之前 你这个基隆市政府一定要有一个诱因 你要如何来让这些厂商他很喜欢来到基隆 不是说你叫他来 然后你又处处的这样子抵触他 人家当然一家两家三家人家就不会来了 所以就是要找出基隆的优势提出诱因 然后多建设多招商 让很多工作机会在基隆 未来基隆的年轻人就可以在地求演 副作呢副作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设想要来建议的建设 我的想法跟张贤议长一模一样 就是说让基隆的小朋友 希望20年后我家两个小朋友可以在基隆找到好工作 因为不要像我一样那么累 除了从政之前都一天到晚在国外工作 都要直接特地跑来跑去 希望有一天说我们家两个儿子女儿在基隆 在基隆就可以找到好工作 你去国外求学没关系 你去国外力求学没关系 但是你回来基隆的时候 回来家乡的时候 老爸老妈还在 在的时候你在基隆可以找到好工作 都陪陪我们 那可是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基隆其实有很多人才 那这些人才很多时候白天在台北上班 或在全台湾各地 或北北西全台湾各地跑来跑去 半夜才回家 那我们就 我们现在团队自己在做一个 一个新的创新 台北有很多共享空间 商业共享空间 让人家来创业 让人家来 让人家来这边说 用这个空间来成立一个公司 用这个个人工作室 然后大家来互相连接 不管你是做网路的 还是做设计的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空间 然后在今年4月份会正式开始 然后让这些年轻人 自己本身就有能力的年轻人 这个人工作室 你要来创业 你可以不用自己去租个办公室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 在这共享空间里面 等于是一个孵化器 在台北市很多地方的 你点选在哪里啊 我点选在那个11路87号9楼之二 就是那个一三银行协对面二楼 协对面九楼 那为什么把这 因为为什么悬在那个地点 因为那个地点在市中心 如果放在海大 还是放在大五轮 这边人家都不太容易来 而且他们也需要说 如果市区像说跟市政府打交道 跟银行打交道 很快 那边才是 还是基隆最商业的地方 用走的就到了 那我会希望说 能够让基隆 不只是让基隆小孩子 留在基隆工作 如果我们能够制造更好的工作机会 让外地的年轻人 愿意来基隆创业 那我觉得基隆 会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城市 那我希望说 当然 我没有办法制造这么多工作机会之前 我们先把交通搞好 把捷运弄出来 郭道公车多起班 然后路标一天到晚塞 但是这个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说 让我们自己的家乡子弟 可以留在基隆 然后让外地的子弟过来 觉得基隆很棒 愿意留下来 这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张前议长 都是一致的想法 让基隆 根本性的变更好 是 所以就从解决交通问题先来着手 接下来一步一步打造基隆 非常适合居住的城市 那说到这个适合居住的城市 其实两位上任以来 在地方上都做了很多建设 尤其是帮民众解决问题 所以人民的事 其实就是政府的事 邀请张前议长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印象中 你做过这么多届 六届 七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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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解决过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 让你印象最深刻 其实 在这七届当中 大大小小都有 其實人民他們需要你的時候 就是因為他自己辦不到 他自己辦不到 我想我幾乎是可以說 24小時stand by 為什麼人家都說 你以後如果你不選的時候 你沒有栽培你的下一代 我都問我女兒說 他們都講我們都不要做這種工作 為什麼 有時候半夜人家打電話來 2點 3點 對方竟然問你還沒睡喔 我說不是 還沒睡是被你吵醒 所以這種工作 對一個民意代表來說 真的是非常辛苦 而且我的電話又是24小時 沒有關機的 所以我是覺得你問我 我曾經服務過什麼 我太多了 什麼都有 連在外縣市 回不來 坐飛機回不來的 我也在幫忙 訂機票嗎 訂機票 在外縣市已經客滿了 他打電話說 他現在人在金門回不來 那像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我是地方的民意代表 很多人都會去找立法委員 但是立法委員在這個時候 我想他也服務不來 因為實在時間太短了 在短短的半個小時之內 你要幫他們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還是做到啦 我還是做到啦 為什麼 因為我認識的人很多 但是你要找什麼人 可以幫你這個忙 這一點我想我保密 不然的話那些人會被煩了 所以就是運用手上現有的資源 來幫助你複座 好 複座呢 複座 我啊 很多齁 我只講三個 因為我才上任沒多久 但是 就是第一個 當初我選舉的時候的證件 其實我已經講過好幾百次 這個 哈囉 安樂內湖現在做到了 現在變跳蛙公車 直接從安樂區直接到內湖 本來一般的跳蛙公車 是十班 十站 那因為大家好朋友幫忙 所以這條線很順利的活下來 所以自己已經延伸到人保大樓去了 變成十四班 十四站 然後每天至少四百個人上車 那我還覺得好像有做到一點事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這個後車停 其實後車停現在可以講 因為順利的話六月就要完工 就是菊駿前面後車停兩個互換 那那個時候其實跟旁邊的商家一直有 要再協調 那協調不下的時候 最後面就是直接開公聽會 所以我對剛剛 為什麼說公開說明會 我很在意 因為公開說明會是市府 也就是行政單位 直接跟民眾職求對決 而且是有法律效力的 那時候為了後車停 我們有開公聽會 而那個時候是我去建議 李剛理處長說你要開公聽會 這樣而且你要廣而告知 因為菊駿後車停前面 關係的不是城上城跟菊駿兩個社區而已 是關心英安 英哥 七賢 四維 加起來可能將近兩千戶的人 他們兩千戶的人去哪裡搭車 菊駿前面的後車站 所以後來也是因為這樣 然後大家多方面坐下來談 多方面解釋之後 才把這個 最後決定定案 後車停那邊互換 那這個是我覺得 當然是 我是國民黨籍的 但是民進黨籍的 這個是 他如果做得OK 現在執政團隊 如果他是為民想的 那我必須來幫忙 也必須給他credit 那另外一個也是 跟這個 現在的執政團隊有合 合作 我在這邊要給他們很高度的肯定 我們都知道上次貨櫃 也就是大同集團 在 對 在樂立三街 國家新城上面有一塊地 那我也曾經辦過很多次會刊 因為上面的上次貨櫃 因為當初他們先到的時候 水土保持 他們並沒有好好去做 所以那個時候 後來興建的大衛營 龍騰大地 跟金閣三個社區 而那邊 只要是有傾盆大雨 那邊就會有水土流失的狀況 那邊就有水直接沖刷到那個 甚至直接沖刷到 到那個民宅的陽台上面去 那個時候 我跟他們談過很多次 然後最後面 林宥昌市長 他自己在颱風天 在去年9月13號的時候 他跟著我一起 他跟著我一起上去 到上次貨櫃那邊看 然後他那時候下令 當時的李同成秘書長 說你一定要辦這個案子 你一定要請大成的高的 副總經理以上成績出來 負責這個案子 這是公共安全問題 不是誰對誰錯 不是先來後到 因為這下面有1300戶 龍騰大衛銀加金鎗 有1300戶的人 那信不辱命 可能在今年6月之前 他們會自己主動 去做水土保持 或他們會自己主動 去把這個公共安全的危險性降低 那當然未來我還會再去 我們團隊還會再繼續追蹤 但是在這邊我要給市政府 高度的肯定 如果沒有市政府出手的話 大同集團 上置貨櫃 他們是不會想到 這些前面這些集合式住宅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先到 那是其實對我們的一般民眾 他們的居住的安心 是很可憐 是很傷的 這是我覺得 還算有做到的事情 所以跳挖公車 後車停 舉舉前面的後車停 還有上置貨櫃 要進行好的水土保持 都應該今年中旬 應該都會有個結果 對 剛剛說到的那個水 其實在仁愛區淹水就是 那個市場 叫什麼市場 也徹底解決了對不對 這樣 仁愛 仁愛區 叫什麼市場啊 突然間熊熊忘記了 之前 之前只要一淹水 一下大雨就會淹水 滬龍市場 是滬龍市場 那目前進行的怎麼樣 其實滬龍市場 現在已經不像以前 一下大雨就淹 因為滬龍市場 他直接有一條那個大水管 是通往那個田寮河的 那以前 因為中間被堵住了 所以才會下雨 他的滬龍市場就淹水 那後來經過我們去會刊之後 那個 從愛七路 愛七路那邊下來 那邊已經打通了 現在已經打通了 滬龍市場裡面本身的水溝 我也幫他們爭取了 也做了非常的理想 所以現在滬龍市場那邊幾乎是不會淹水 是 沒錯 所以就是淹水這件事情 也是讓民眾非常偷偷 對 滬龍市場問題解決 其實那時候 我記得是六二 對不對 大雨 好大雨的時候 也造成安樂區 在基金 在基金 對 那時候的水 也是淹得很誇張 對 現在的話 三期的工程 第一期工程 就是在我服務處 也就是在大五輪消防局後面 他們做個梯 做個那個 用中央的經費 把那邊的結彎曲池 把那邊的樹木清掉 把那邊的水變成說 水過去的時候比較不會預設 所以後面比較不會淹 不過第二期 包括說蓄水池 包括是在棒球場的蓄水池 還是最長期的解決方法 在外聊 在外聊裡 在基金市的邊界那邊打個洞出去 目前這兩個方案都還沒有定案 因為我們 我知道狀況是 市府單位還在跟中央在協調 怎麼樣對基隆市民最好 舉例就是那個蓄洪池 在 在我們勢力棒球場 那是勢力棒球場 大五輪 勢力棒球場 他們當初是想說 在勢力棒球場的原址 再直接做蓄洪池 可是那時候後來 我那時候問劉尚昌寧市長 他就跟我講說 我要叫他們把 你們挖開做蓄洪池 你們要還我們棒球場啊 你們怎麼可以挖開做蓄洪池之後 棒球場不還我們 你上面再蓋一個啊 結果後面好像這 那時候好像想是 那時候好像 六億還是七億在炒 水利署不肯出 那現在林佑昌還在跟人家炒說 你要出 你不能幫我 不能不還我棒球場 所以他們 包括這一個 這個是在炒 這個棒球場的存費 那另外一個是在 自在擔心是說 如果真的打通過去 會對於這個 大五輪沙灘的漁群 跟大五輪沙灘的景觀 就從海神熱潮 我們上次會看到 海神熱潮這邊直接衝下去 可是如果說從那邊 直接做這個去 直接做這個排水 直接從那邊打出去的話 很有可能對內寮里的 漁業生態還有觀光 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點的話 我們一直在 我們也一直在幫內寮里的 裡面爭取說 你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你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不能說 你為了說要防洪 那你就犧牲當地居民的權益 這其實 可能兩權相害取其輕 但是總是要找出一個 最適合的方法 是不是短期的做完 中期的做 那這樣也可以做到多久 然後長期的再看怎麼樣去做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 大家都是在不停的 碰撞摩擦跟協調當中吧 是 今天可以很開心 邀請到兩位一桌 到我們節目現場 帶大家來看看 營造更美好的基隆 還看到了他們 對基隆所做的努力 謝謝兩位來編演 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謝謝 剛剛好 - 請見到你 - 請見到我 - 請見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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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也需要喘口氣啊 - 我快撐不下去了 1966 好累喔 我是個案管理師 是來協助您規劃需要的服務項目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出財 建議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兩百元就可以了 兩百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學長準備 來 問題 走 小心 一年前 媽 媽 媽怎麼了 媽 哥你趕快把電話了 走 走 走 在1966的協助 從富能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壓 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我要跟我的孩子去慶祝囉 這樣就好了 對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以後我們出門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啊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啊 爸爸出院後該如何照顧他呢 別擔心 回家後的長期照顧 我們來幫您安排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評估您家人出院後的照顧需求 出院三天前完成評估 連結長照服務 像是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附件 簡易生活扶具租借等等 符合資格者回家一週內 就可以得到長照服務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安心出院不擔心 自從搬進社會住宅 每個月我可以多匯點錢回家 有管理員 有公社 跟鄰居也處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還可以申請三房的房型 讓幸福住進來 社會住宅 有客人 不成功 公園